各位,大家好,又是我啊NUALAMA,今天,我们会继续同大家讲述,顾家辉先生的生平同埋成就。 顾家辉的事业里程1961年,他首次参加肇事电影《不了情》的作曲比赛,创作了处女作。 由陶秦田池,及顾眉于幕后代林代主唱的梦,正式开始其音乐生涯,其后,参与肇事电影《血手印》,及明日之歌的作曲工作,创作了多首电影歌曲,由以凌波主唱的交道最为贵贼人口。 1960年代初,他获邵逸夫及方日华之座生活费,留学于美国波士顿,伯克利音乐学院,Berkeley College of Music,在当地学习传统乐理知识,成为该校首位华裔学生。 又曾获潘迪华之座,到伦敦观摩大量音乐剧,准备日后创作音乐剧,回港后,在肇事电影公司,及家和电影公司担任配乐家,也担任李小龙电影配乐。 1968年,他获蔡和平邀请,正式加入当时启播不久的香港无线电视TVB,兼任歌唱选秀节目,声宝之夜评判,及中藝节目欢乐今宵,乃至无线电视的音乐总监,直至1986年荣优。 期间于1981年,再次到美国进修半年,学习商业化音乐,令事业更上一层流。 1970-80年代,是其创作巅峰期。 他写下了多首繪迹人口的代表作,例如提笑因缘,田园春梦,狂潮,心有千千结,近代蠔合传,陆小讽,家辩,奋斗,以天途龙记,亲情,狮子山下,网中人,精华春梦,轮流传,上海滩,两望烟水旅,万水千山中横, 今晚夜,亡尽心忠情。 1983年,射雕英雄转多首主题曲,包括《铁血丹心》,《一生有意义》,以及《世间始终你好》等等。 此时,这些歌曲也分别由娱乐唱片,及百代唱片等公司出品,成为音乐专辑。 此外,他还与丽的电视预用作曲人黎小田,几乎瓜分了电视剧歌曲的市场,随着黎小田在八十年代初,转投TVB旗下的华星娱乐之后,便终结了故事垄断TVB剧集歌曲,和配乐的局面。 除了剧集歌曲,终艺节目歌曲,乃至儿歌,顾家辉也曾为无线新闻创作主题音乐,该曲由1990年原用至今。 各位,顾家辉先生生平回顾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,明天我们会继续讲述顾先生的生平和他的成就,请大家不要错过啊。 感谢观看